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规划面积是585平方公里 其中我们主核心的就是18平方公里 华侨城是占了新区的主核心五分之二的地块 我们周边的交通和衣食住行都是非常方便 在我们现在展示中心这边过到绍兴东站 绍兴东站大概是7分钟左右 我们在绍兴东站已经开通了高铁直达香港西九龙 最快的车程是两班次 大概是1小时20分钟 直至在西九龙坐高铁回到我们绍兴东站 接着在绍兴东站再回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纯水岸湖岸都是10分钟左右 周边的交通方面之外 我们在指示中心这边过去中山大学哨庆医院和康复医院 两个红绿灯一公里都不到 开车两分钟 这间医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哨庆最好之质的医院 除了医院之外 我们还有华侨城自身配带有三间的学校 华侨城的小学和我们这边 第二个地块会有小学的区域用地 还有第三个地块天鹅部这边都会有小学用地 除了学校我们有医食住行 华侨城本身自带配套有三个大文旅的 游乐场和卡洛产业基地 包括我们的风浪海岸岭南水街 水街的话就是已经融入了整个兆庆新区的 一个所有的商业 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商场 医院所 美容店 健身房 还有我们的酒店 咖啡厅 这些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你住在华侨城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一应俱全 我们的项目就是区华陶座介绍到这么多 好啊好啊 那听说是否七栋楼获准备开盘 是啊是啊 我们因为上次开盘一二三四 一二三栋已经卖光了 一二三栋全部卖光了 一二三栋全部卖光了 现在客户就要求我们加推回七栋那边 七栋最漂亮的位置 七栋看湖边的 它的位置其实有两个景观面 有一个就是西南向偏南三十度 看回我们的三千某燕阳湖 还有二十楼以上可以看到西江的 那这边东南向就会看回我们自己的园景 那我们的园景就有别墅区 和我们那个游泳池跑道 和我们的一个休闲公园 都会看回我们自己的绿化 园林里面的绿化 两个景观面 那现在七栋它主要是我们是蒸装推出来的 两栋四户 两栋四户三十四层高 就是全栋都是装修的 是的 整栋都是装修的 一面就看这个燕阳湖 是的 一面是看回燕阳湖 一面就看回水 一面就看回我们园林区 没错了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蒸装 有多大呢 有多大呢 就搞十四方和140方 我们过这边 我们现在推住住宅那边 我们现在推七栋 加推在七栋这个位置 七栋呢 两栋四户三十四层高 这一套和中间的两套呢 是九十四方的 建设面积是九十四方的 那边边的两套呢 就大一点 就八四方 都是蒸装的 为什么我们是蒸装呢 因为它都是为了方便 以后的香港客 包括我们的一些海外的客户 回来这边就直接拿包入住的 就免了 直接省了时间成本 和我们那个 我们的支出成本的 就是它有两个九十四 有两个八四的 是的 两个九十四 两个八四的 全部整装修 三十二层高 是的 三十四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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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七栋什么时候交楼呢 七栋 现在 因为我们明天先出价钱 现在那个交楼时间 暂时未定 因为它的工程和我们 一栋那边是差不多的 是的 它的阵度是和我们 公司前期家推的阵度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如果是 这个零几 你和它说一说 这个零一八四方 零一零二 一八九十四方 零三 零四方 零四 就是一百四十方 它的零一零二 直接看到这个 衍阳湖 是的 零一零二就是 对回我们的燕阳湖这边 看回 那当然 高楼层好像 应该要十楼以上 才可以看到燕阳湖 就是高层的 高层的 就能看到这个 两贯一宫 超过便宜湖 是的 矮层的 好像二到六楼 七楼八楼 就看到这个 两贯一宫 如果高层 你要看湖 你要超过 十楼以上 是的 两贯一宫的高度 大概十楼以上 就是另外一边的 九十四和八四 就看回这个泳池 别墅这边 是啊 其实这边 性价比就最高 因为这边的性价比 就主要看回我们的 园林区 园林区这边 你可以看到的 我们自己会有 我们的跑道 和两边 会有我们的游乐场 包括我们这个泳池 泳池已经整好了 我们泳池已经开阔 已经整好了 别墅就连带可以交楼 别墅 其实看园林都很漂亮 看园林的路法 因为空间够阔 这里楼区是175米 175米 是175米 可以留下楼区 它的户型是否和之前一幅一样 是 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样 就是九十四房 和105米的洋台 比例小一点 因为它毕竟差了十个方 一八零五房 我们的户型 它是洋台和次房 是连在一起的 九十四房的就是只有洋台 就是听起来有洋台 和房间就不连在一起的 这边住宅一共有多少户 我们现在推出这个纯水岸户外 住宅是1266户 1266户 就加我们的洋房 千多户 接着184户 加别墅的148套 148套 一栋高层就830套 那它这个车位呢 车位比例是多少 车位大概都是1比1的比例 1200多户 就有差不多1200多个车位 是的 差不多 那我们这边的物业管理费 都是两元半的 两元半一个平方 是的 两元半一个平方 都是自己的物业 是的 都是自己的物业 或者是自己的物业 唐先生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板房那边 它是分两梯四户 两梯四户 这边会有两户 因为现在二楼 它那个大堂 已经是做了入户大堂 麦挑高的 那三楼以上 就两梯四户 两梯四户 是的 一边就 九十四方 八四方 一八四十方 即是它七栋这边就九十四 是 这边就是八四 即是对面也是两户 是对称的 是的 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 那个户型 户型 都是跟我们上次推荐的房子 都是一样的 四房 两轻两胃 阳台是连着那个房子 主要是一样的 座向呢 跟我们现在看 七栋我推出的座向 都是南向 是的 都是南向 都是左向南的 那进到门口 我们的柜 这个门 这个门 门 我们是用了PVC的覆网门 它是防火的 防火的 而且这个门 它那个重量都比较重的 真的比较重的 你可以感受 对 指纹密码的卡都有的 接着这个位置 我们平时你回家的话 因为我们到时 密码都可以用 滑确食密码 你可以直至在这里视频 有亲戚过来 直至开门就可以了 就是在楼下 它没有 它会送人纳 响的响 响的响 对啊 直至按就不用扔下去 再拿锁匙去开门 就很方便 即是适贵都是交流标准 适贵都是交流标准 这个适贵都是交流标准 那我们进来就是听 接着是霜阳台 霜阳台 它是左北向南 两个阳台是对流的 到时呢 我们加推7栋的载向 跟现在我们看的 那个载向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边的载向是一样的 我们看看阳台先 其实之前的1栋 3栋都一样的 这个大阳台 是啊 都是左向都是一样的 都是南向 那如果高层 因为它7栋在渣棉 高层就是望这个方向 都是望到 超过这个叫 两栋一栋 是 我们两栋一栋 是图书馆 少年栋和儿童工 这些 就是这么高的 是 现在这么高 应该是7层高吧 就是我们买个10楼以上 就是望到这个显阳湖景 是 没错了 10楼以上 这个超大阳台来的 是 是 很多人看我们这个阳台都说 我们阳台都挺漂亮的 最大 因为它的开间都米8开间 米8开间 米8开间 米8成7米那个阔 长的 对 长是7米的 那这里都是我们那个 因为它到时装修标准 就是双层的隔音玻璃 这个门也是 交流标准来的 你可以感受一下 都会很重的 是啊 那进入我们的厅 厅呢 开间是4米1开间 4米1开间 4米1开间 那这些厅的地脚线 和这些瓷砖 是用抛有砖 抛有砖 抛有砖呢 我们都是用品牌交标 是蒙泥泥沙的 蒙泥泥沙 这些地脚线也有的 是啊 这些地脚线也有 是啊 那进回来 这个是厨房 厨房 厨房 你现在看到的 都是我们的交标 来的 方泰的三件套 就是叉油烟机 路造 和我们的消毒环柜 消毒环柜 是的 而且这里做了一个很铁心的罩路 平时如果你经常做家务的话 就在那边洗完碗 洗完碗 然后在这里盛干水 然后放入我们的消毒碗柜 是刚刚没有的 就是做家务的人才知道的 是的 我们不做家务的人 真的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那你多些做家务 是的 他那个地砖 好像这些 厨房的地砖和棉砖 都会帮你 很清爽啊 是的 因为这里会有一个交标 就是我们的凉霸 即是厨房 会有一个 好像风扇的形式 平时煮菜的话都会 炒菜再不怕热了 真的不用出汗了 是的 这个比较铁心 比较铁心的设计 就是做一个 收个阳台 这个是北向的阳台 南北通 这个北向的阳台 我们是南北通的 平时放洗衣机 因为这个阳台 它是对着我们的园林 对着我们的园林那边的 对楼 因为它这个阳台 是做回我们整间屋的对楼 空气对楼 就是南北对楼 南北对楼 144个房 是的 现在我看房 这里的房是客房 客房我们的地板是融化 我们的多层实木地砖 敷核地板 其实这个挺舒服的 对 穿鞋的问题 因为你进来 他房的视野 彩光都会很好 如买高层 买华侠型高层 好像这些 他好像01 02 就看到这个 烟氧湖 烟氧湖 高层20多厘以上 就可以看到西江 西江的 双面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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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看回我们园林 也有 因为都是这种 弧形 是一样的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 这个 下次 这个 下次 然后这个 看一下 其实之前也介绍过 交易表组都是这样的 包括这些 马桶 是用Follett 对 Follett Follett 我听我的业主说 都很好用的 因为他们现在 他们自己家里都在用Follett 我们的花灑 都是 好像这些花灑 都是用哈斯格亚 是德国的品牌 德国的品牌 韩斯格亚 德国的品牌 那些镜柜 做了整个 卫生间 都做了干湿分区 那他七栋 军价是多少钱 大概 军价 大概 因为我们现在都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 那我们应该和一栋 差不多 可能会比一栋 贵一些 都要去到 九千多 一万元 是的 一万元左右 如果你买性价比较高 你可以买回东南響 看回我们园林 看别墅那边 是的 看那边 大概价钱为七 要到明天 是的 你计算它应该 八四平方 八三十多 八四万左右 是的 大概是这样的预算 因为它还包括精装 这个是做了书房 你有没有发觉 送到这个房间 这间房间 其实它是送四分之一的 送四分之一 送四分之一的房 其实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现在这些房 全部都是有彩光的 没有存在黑房 是的 因为它楼区较阔 而且我们是V字形设计 哦 就是它V字形设计 所以 比如它这里 看出去都是彩光 是的 都是彩光 都是我们的圆林 都是我们的圆林 是的 都是看回圆林的 你无论在家里 你任何一个位置看出去 都是有景观可以 就是好像这些感 哇 很危险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些感它都不会说 彩光来的 是的 因为到时候我们这里 是做回圆林的 因为现在它在私工 就是有些蝴蝶形的 就是它看到隔壁 但是你们这个V字形 看不到隔壁 是的 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做到私隐性 是的 这间 每一户的私隐性都会很好 你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 它有全飘窗 全飘窗 你平时如果晚上 如果你买回看户 或者是买回圆林 这些呢 其实你晚上可以在这里 放个地毯 在这里坐下 看看书 也很舒服 喝茶 喝杯 是的 如果你喜欢看书 如果你喜欢看书 也可以这样设计 如果买了这些 到时阿思儿 想来喝杯 红酒 是不是 好 这个衣毛间大不大 衣毛间 不是交流标志 如果你喜欢这个衣毛间 可以到时 不是 可以过来参观 可以做回这种 这种风格 是的 这里比较实用 看到它比较舒服 因为它透明 是的 这里还做了一个衣毛间 我们女生是最喜欢的 因为衣服多 我平时换衣服都可以在这里 化妆间 做过化妆间 其实这个户人 我最满意的 就是 你可以进来看看 这个主我间的厕所 厕所是很大的 它交标 像这个 这样 双 洗手盆 这些都是交标 大家叉牙就不用排队 是的 大家叉牙就不用 这边是女士的 那边是男士的 是的 贴上标签 这些都是差不多 干湿分区 厕所还有通风 这个主要房间厕所 很好的 是的 房间大之余 小房间也很大 这个户型我们也很抢手 八四平方 买到华翘成 精装 四房 高层外买显阳 有简单 有别墅景 有显阳湖景 是的 如果买别墅景 性价比较高 如果买户型 那就享受型 更多 是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 各有不同 就是喜爱 他还有一个94的 是吗 是的 他还有一个94的 94的 其实跟105方的 是差不多 105 是 只不过他比例是小 因为他整个空间 是小了10个方 相对比里面的房间 厅都比例会小一点 即是跟104的差不多 是很小一点 是的 会小一点 还有阳台 因为现在105 104方 阳台是跟房间 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904的房间 就是7边 同一个厅 就是阳台 房间那边就没有 就是有飘窗 即是他到房间 即是到隔壁的房间 就是外面就是飘窗 是的 然后阳台就没有那么大 是的 其他就会小一点 是的 其他空间相对比就小一点 厨房不是差不多 厨房 旁边也有一个露台 也有的 也有的 都是商阳台 客厅就会小一点 房间可能小一点 是的 房间就小一点 都是两个厕所 都是两个厕所 就是94平方法 而更实用 94平方法 是的 实用一点 你计计它9千多 可能1万元左右 都是去到 九十几万 95万左右 95万有成交 95万左右 去到餐房 两厅两位 嗯 那这一段 阿施儿 就一栋 一栋 一栋 二栋 三栋 开了盘 这一段 多不多香港人买呢? 很多啊 很多啊 香港客 是的 因为现在我们 其实少庆是作为一个香港的厚花园来的 那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回来少庆呢? 第一个我们这边空气好 第二个我们是作为如果澳大湾区不走靠城市 第三个就是以后少庆新区就是我们怀城这个位置呢? 嗯 是 表哥留本去銷售的 而且這邊的一個溝通、衣食、商業、學校、醫院全部都有 回到香港也很方便 因為溝通通了之後就很多的外來客 好像香港那些就直接回來也很方便 即是由高鐵回到香港參加路 是的 但如果說真的 這麼多人買在這裡 說真的 最大的一個賣點都是便宜 是的 這邊經常比高 經常比高 如果說我們台灣區 其實它有九個區加兩個行政區 其實我們這裡是屬於 你要不買鳳頭 鳳頭就深圳那邊 那你不買鳳頭就買鳳眉 就是我們紹興 是的 紹興去這邊 鳳頭鳳眉嗎 是的 要不買鳳頭 要不買鳳眉 不過真的價值挖地 因為我們去年年初都說了 即是我們有賣珠海 中山 甚至江門 佛山維州也有 其實 潮興的性價比最高 因為它牛價便宜 是的 你買到這麼漂亮的環境 應該你去到珠海 像金灣那樣 兩萬多 三萬 三萬多 去到中山的環境就沒有這麼漂亮了 可能發展就不一樣了 去到其他城市就 就是要這樣配搭 這樣發展應該就是 這個價錢應該只有韶應新區 是的 韶應新區這邊 而且新區這邊 現在政府是比較重視我們這個區域 它是陸續引用很多大型的企業 就是世界五百強和中國八強 包括我們現在的知名房企 我們華球城都進來了 是的 所以你選新區是對的 即是選新區 所以可能就 其實現在房價升了 是的 現在升了 是的 不過我們 現在說真的 當時我們賣龍江九余城 那時候7000多元 7000多元 8000元左右 即現在它整個城市新區 很多我們有很多觀眾 很多客戶 它不知道這邊發展 可能覺得要等很長時間 可能它這個升級空間比較有限 但是事實證明就是貴了 貴了 現在去到一萬了 即是華球城突破了一萬 是的 但是都賣得很好 是的 因為以後呢 其實以後的傾向都是 以後最值錢的就是空氣 空氣 我們新區就是最好的空氣 最好的空氣 都在這邊 因為我們有鼎湖山 我們去到鼎湖山都很近的 大概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左右 包括我們現在的生態環境 和這邊的一個綠化都很好 這裏呢 新區是不進入那些重工業的 全部都是高科技 和金融這些公司會進來的 即是它住在這裏 可能住在未來的城市中心 之餘 還享受到大自然 你們的遜陽湖 是的 長尼湖 西方 可以呼吸二氧化碳 還有很漂亮的頂湖山 然後你一萬元感嘗 可能九千多也有的 但是裝修買到這個 就是整個新區的最美的位置 華球城 是 非常感激 施儀和我們介紹得很清楚 哦 七棟就預計何時開盤 明天 開盤 是的 我們明天是8月29日 8月29日 8月29日 今天是28日 8月29日直接銷售 就是明天 即是我們要即時出片 反正8月29日就即時開盤 這個 是的 我們是直至 挺緊張 是的 夠訂了 就不是認醜了 因為其實七棟我們加推的話 都是認市場的要求 緊急 即時說加推 我們時間都不夠 因為上一批應該都有客戶 因為上一批很多是選不到房的 我們都是客戶 是的 現在就加推 加推 就沒有流失這些客戶 因為很多香港的客戶都喜歡我們這個本 非常好 那有沒有跟我們觀眾說 那你過來買房記得找我 好 記得找你 找我中資地產 是的 然後 七棟其實都會 它的價錢跟一棟差不多 嗯 非常好 那今天講到這裡 好 謝謝你 拜拜